诶 对 多好的示范啊 对吗 哎呀 还怎么就自己占权 啊 真的是 以前的印象当中 你想过你回嫁给外国人吗 哦 这个事情我在戴军哥的节目上 曾一度打脸 戴军哥就问我一道题 然后你会不会接受一国恋情 我说绝对不 真的 非常坚决地说 我绝对不 嗯 当爱情来临的时候 对 就是这么 突然 然后 比如说 比如说爱情来了 要不要结婚 生小孩 就是可能有些人会 真的把这件事情 当成一件事情去考虑 我就没想那么多 我觉得来了就是来了呀 管它那么多 就试试看呀 为什么不开启这个新的生活呢 为什么 为什么不要就是 接受一个新的生命呢 我觉得 没有任何去规划这件事 不要给自己设限啊 启动特别多的理性的思考 反而在这些事情上 我比较的 应该说是干脆吧 就还没有太多 过多的去思考它 有些人会担忧说 你在这个时候去 结婚 或者在这个时候去 生小孩合适吗 还是它是一个最好的时间吗 我觉得来了就是最好的时间 就对我来说是一个礼物 你内心有些愿望 就是最好的时间 对 我就好 我就觉得 我很有兴趣 去触碰这些新的身份 和新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 是一个惊喜 就是 我会特别 愿意去 完成这种 这件事 那你觉得 你老公跟你在一起 就是一种 让你感觉到 实实在在的生活的感觉 对啊 外国人有 外国人特别的地方 就是 比如说在带小朋友 这件事情上 国外是没有 就是父母来帮忙带的 也没有保姆啊 爷爷奶奶 就是自己带 我生完小孩 没有请过月嫂 我都是自己带的